连接柔福和新加坡两地的新柔场地交通堵塞已经是几十年来的老问题了 那前朝国阵在2018年执政时期跟新加坡签署了双边协议 要共同建造一条从新山五级扎卡到新加坡乌兰衔接两国长达四公里的柔新捷运RTS 那原本预计是在2024年底就能够完工 但是过程却是一波三折 双方的谈判前前后后展延了六次 让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动工变得遥遥无期 不过今天交通部长魏嘉祥在国会捎来好消息 因为一再展延的柔新捷运计划终于完成谈判 要动工了 闲街柔福新山和新加坡乌兰的柔新捷运RTS终于要建了 在展延了好几次后 这一回时间表执行方式通通有了定案 交通部长魏嘉祥今天在国会表示 大马和新加坡之间的双边协议 都已经谈妥敲定 而且还公布了两国签约的两晨几日 我们签约仪式将定在本月7月30日 如过长递进行 这个仪式将包含了签署三份重要的文件 那么在两国马来西亚的首相 担心沐游丁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见证下进行 这次的仪式将会是非常简短 因为配合疫情 魏嘉祥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明年一月份就可以正式动工 前面四年会先进行土木工程施工 包括了结构和基本设施建造 之后再耗时两年进行系统建造 像是捷运试跑 讯号工程等等 所以算起来各位想要搭乘柔心捷运 还得再等上六年 预期2026年底才会竣工 我们这项工程将标志着马兴 我们的交通将会跨前一大步 我敢说马来西亚柔国人 梦寐以求的大家的一个心愿能够达成 这个工程一旦竣工之后 它将会解决我们长递阻塞的问题 不过说了那么多 我们老百姓们 尤其是那些每天来回马兴两国的民众 最最最关心的还是车票价钱 那部长虽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数目 但还是有稍微透露了一些细节 两国都已经同意就是说 同样的数目 比如说你这边给X马币 那一边就给X新币 简单来说 如果你在大马买的车票是十令吉 那么在新加坡则是十块新币 金额一样 但汇率不同 结果现场有记者就提出了疑问 所以价钱会有不同的地方吗 你也知道了 谁知道一天 马来说我和其他人 你也不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